现在人们的养生观念越来越强了 以下这些食物吃多了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一起来看看吧 一 隔夜熟白菜和酸菜反复烧开的水 反复烧开的水以及隔夜的熟白菜与酸菜 很容易产生亚硝酸盐 人在食用之后会在体内转变成亚硝酸胺 这种致癌物质 二 腌制食品 酸菜 水果罐子等 食品在腌制过程中会产生二甲基亚硝酸盐 而这种物质在人体中会转变成二极亚硝酸胺这种致癌物质 三 没变食物 一些食品如玉米 花生 豆子 米等很容易受伤没变 从而会产生黄曲霉菌这种强致癌物 四 油炸食品 薯条等 食物被煎炸 尤其是被煎焦后 就会产生多环方形这种致癌物质 网友们这些致癌物质以后可千万不要吃了 你们记住了吗